美妆博主雨牙被家暴,从电梯被拖出,南方两任前期生泪空腹,在2019年11月25日,一位网络红人雨牙在社交平台曝光一则视频,并且配文我被家暴了,过去的半年我仿佛活在噩梦里,关于家暴的这一切,我必须说出来,雨牙是网络红人佩皮奖公司旗下的美妆达人,在微博有着将近60万的粉丝,严格来说,雨牙并不算一位很漂亮的美女, 可是她的美妆教学视频十分火爆,当初非常著名的蒙娜丽莎仿妆,泰格尔仿妆就是出自于她的手,在雨牙曝光的视频中,一戴眼镜的男子将雨牙从电梯里使劲拖拽,雨牙整个人躺在电梯里用脚蹬着电梯门,人被该男子拖拽了出来,雨牙称,被拖出电梯后,前男友用力掐她的脖子,感觉快要窒息,又被抓着头使劲往墙上撞,不停辱骂,接着又被前男友抓住肩膀, 用力往地上一摔,尾追着地,双腿失去知觉。